小巷又弯又长 没有门没有窗 我拿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小巷人家 他通过两代人讲了一个时代变迁的故事 每一家人性格 家庭关系 理念 都不一样 董哲在吃个饭的笑容一点 站东站北还没吃你一口饭 拉着这个脸 还有这个关头的 董哲看见 他们过着各自不同的酸甜苦辣的生活 从全国恢复高考以来 就是在苏州的一个小巷子里发生的 人间的一些温情 通过工作 生活 入学 恋爱 婚姻 养老 还有些委屈和酸楚 甚至至今还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 哲学与观念的那些事和感悟 我常跟你林叔叔说 我能跟你黄阿姨做邻居 那是上辈子修来的人 这个剧最打动我的 其实就是邻里关系 从当邻居的第一天起 这两个家庭的女主人 就没有过不邪引 始终互帮互助 最终成为人生的挚友 娘 林姐 小家弄 他们两家相处的模式 很值得大家去留恋 大家都是互帮互助 尝尝 非常有爱的两个家庭 图男都考虑一动了 你把今天做和肉肉吃吧 图男你可真厉害呀 一静一动 可能两个在一起 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火花 和化学的反应出来 从今以后 庄老师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小婷干什么 林冻哲就干什么 那个时代 其实多少是大家都在拼搏 在奋斗 是苦的 林冻哲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大大大 拿这个大 但是这个剧本就是一直在用很甜 很喜剧的方式去呈现那个时代的故事 它就是融合了很多真实发生的一个 记录了小巷 记录了八九十年代的一个缩影子 这么多 这全都是你买的呀 整个在一个很温馨很温暖的 她的生活是很有韵律感的 真的 状态 你们还是庄稼人 钟超雄我看不上你 有起伏 你眼看见你妹妹往火克里上 你都不拦着 有难过 林姐 我想死我了 有开心 有破碎 有重合 我进来 希望这部剧能让观众重温我们的父母兄弟曾经历了那些快乐和美好 换回我们曾经的对生活的感悟 认真真诚地对待彼此 一切总会向好 这也契合小巷人家的主题 温暖可以疗愈一切 向前可以战胜一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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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